国防部驻香港部队轮换是例行性安排 时间与往年大体一致 武警深圳演习也是计划内正常安排 在29日国防部例行记者会上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任国强大校表示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 29日凌晨开始的轮换行动 是一项例行性安排 时间与往年大体一致 而且是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 和香港特别行政区防务需要 解放军驻香港部队29日凌晨开始 组织进驻香港以来 第22次轮换行动 此次轮换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有关规定 经中央军委批准进行了年度 正常例行行动 进港旅行防务的官兵采取多口岸通关 多路机动立体投送方式 从路上深圳湾 黄港 文锦渡 沙头角口岸和海上 空中机动进港 进驻驻香港部队营区 在中央电视台的视频画面中 执行轮换任务的陆军部队表示 此次任务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 任务艰巨 真正检验和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关于香港驻军下一步的动向和打算 任国强表示将按照年度计划 开展正常的执勤和训练 任国强表示 驻香港部队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履行好 驻军法赋予的职责使命 守护香港长期以来的稳定 任国强强调 解放军进驻香港行使主权 已经22年了 22年来 解放军驻港部队始终是国家主权 安全和人民利益的坚定捍卫者 始终是一国两制的坚定捍卫者 始终是香港长期繁荣 稳定的坚定捍卫者 从6月份以来 香港因为修例引起的游行示威 以及暴力冲击事件愈演愈烈 正面临自回归以来最严峻的形势 根据媒体报道 在此前的游行中 一些示威者对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发起挑衅 用镭射枪照射解放军驻港部队总部大楼 对此任国强回应 示威活动必须遵守香港的法律 解放军驻港部队也将一以贯之 依法履行自己的防务职责 驻香港部队官方微博在置顶微博中称 驻香港部队是香港繁荣稳定的定海神针 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有决心 有信心 有能力坚决维护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